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力十足的仔仔当天面带笑容 除了和粉丝们在台上大玩游戏 还不忘亲手送上心底铅铭的海报 说起自己的专辑仔仔还爆料 做这张梦航行的时候 全情投入演艺当中歌曲 连制作人都被打动 录音的时候我就录录录 我发现外面怎么在哽咽 然后就看到他在抹眼泪 我就走上说 Jacky哥啊 我唱得太烂 把你录得累的 然后他就转过来 抹一下眼泪跟我说 我录过很多歌手 虽然你不是唱得最好的一个 但是你是最有感情的一个 除了粉丝的大力支持 仔仔的一众好友也到场庆贺 还用十分搞怪的方式 为专辑打进 最后仔仔为大家唱出了 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梦航行 在热情的粉丝呼应声中 结束了当天的见面会 可能大家平时看到我就是一个开开心心的一个主持人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其实知道我之前是在做歌手的 而且一直有一个歌手的梦想 所以在做娱乐台势力 或者是做天下娱乐动 或者做Young Worker的时候呢 其实我内心的歌手梦一直都在酝酿当中 那也经过了非常久的努力 也经过了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才有今天 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大家 娱乐台势力 广州 华一卫视超人气主持 仔仔温航荣 辗转歌坛 推出首张EP 梦航行 这张由超豪华制作阵容 亲力打造的个人EP 惊喜呈现了仔仔 从主持到歌手的华丽转身 而在为主打歌 不过意外拍摄MV时 仔仔也是吃尽苦头 拍MV哦 真的是体力活 特别是在北京拍MV 虽然说现在看过去 我穿得非常的清凉 下面还海豚裤 但是呢 你看我后面 后面 要不是因为下药牌 该这边是为满人 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冷 在不过意外 MV中导演大胆融入了 时下国际最阴的电子元素 动用最high配器 营造全新听觉感受 而在MV拍摄中 为了更好的表现歌曲的含影 再再更是热辣起舞 超强的唱功 配合热辣的舞蹈 让你认识完全不一样的温航荣 到底是青春逼人 还是玩世不恭 或是深情款款 还需用心倾听 我们一起来加油加油 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加油加油加油 上周六华语卫视当家主持 宰宰以歌手温航荣的身份 现身广州某KTV 出其自己的新专辑 温航行的发布会 在一般铁杆粉丝的支持 和好友的陪伴下 宰宰也一身潮人打扮 在台上和大家分享了 专辑制作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主板方还别开生面的 让宰宰留下了自己的手艺 遇合专辑大卖 到现场的大屏幕中播放出 一众艺人为宰宰打气加油的VCR 宰宰更是感动得气不成声 当天活动中 宰宰各好友轮流上台 以特别的方式 为宰宰专辑发布会庆贺 最后宰宰以一曲梦航行 答谢在场观众 谢谢非常多的好朋友 还有非常多的粉丝 能够到现场 来跟宰宰一起度过 这个非常开心的日子 那也是经过 非常非常久的努力 梦航行这张唱片 才能跟大家见面 因为有你们 宰宰才可以实现 自己最初的梦想 才能让所有的朋友 听到梦航行这张唱片 也希望大家呢 以后通过任何的途径 听到梦航行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想到我 宰宰 温航荣 谢谢你们 音乐先锋 2010颁奖典礼 近日在广州举行 鼓极机 策田 张静轩等歌手 齐齐亮相 华语卫视主持人翁航荣 也凭着个人首张 一批梦航行 勇夺内地先锋新人奖 娱乐台势力 也派出了主持人小梦 到后台 想先访问了 仔仔的获奖感受 在华语卫视工作了六年 其实看了很多艺人 拿新人奖 或者是拿唱片奖 那就也没想到 自己有这么一天 真的特别的开心了 首先要谢谢华语卫视 因为这么多年来的栽培 那另外呢 其实孟航行这张唱片 很辛苦 也有很多圈内 圈外的朋友 鼎力的支持 这次呢 其实这个奖杯 在手上陈甸甸 也是要分享给每一个人 包括那些就是 支持我主持 支持我唱歌 这么多年的步道 获得最佳金曲奖的 唱作歌手测田 在后台遇见仔仔 也有一番话 遇仔仔说哦 仔仔恭喜你今天拿奖 然后以后 也不停地做音乐 谢谢 一直去奋斗 对不对 咱们对不对 奋斗 加油 谢谢 做音乐 无论你到多高 多低的时候 做好的音乐 自己就会开心 在里面 谢谢 谢谢 刘大哥 娱乐台势力 近日 娱乐台势力主持人 翁航荣 在深圳 为个人首张 一批 举行前唱会 当天活动 吸引了大批粉丝 到场支持 赛赛也表演了 多首热播歌曲 除了分享自己录制专辑的新路历程 仔仔的一众好友也前来祝贺 还在台上大报仔仔的求是 之后赛赛还主动与到场支持歌迷 合照留念 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娱乐台势力 举前一众广州潮心 齐聚某知名潮流卖场 分享人气潮心 优雅潮心 气质潮心等奖项 台上型男潮女潮装出席 演绎自己特有的潮人文化 华裔卫视主持人温航荣 更以一身白色韩潮造型闪亮登场 并获得潮心大奖荣誉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就是阳光潮心 那也希望大家呢 其实现在就宅男宅女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待的时候 多看一些时尚的杂志啊 多吸收一些时尚的资讯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这样子才能交到男朋友交女朋友 对不对 但我觉得也想了很久 为什么就是大家会颁一个这样的奖项给我 可能也是因为娱乐台势里 我每天都穿得非常的跟大家不一样 每天播新闻给大家看 那也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 也就是多学习一下 每个人都不打扮得帅帅的 这样子日子才能过得更美好 艾西吴国界311主管晚会在香港举行 当天下午一众艺人齐聚现场进行彩排 除了香港艺人外 亚洲各地的艺人 如韩国演员全向右也亲临支持 而华语卫视的主持们 也身体力行到港参与演出 我们现在是在由香港演员协会举办的 爱心五国界311主管晚会的现场 今天呢是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 大会呢将收取不少于港币20元的善款作为入场费 是每一个参与活动的朋友呢 都会得到这样一个黄色的手链 以及呢一个小蜡烛 对我们四个就代表华语会是 送上灾民一些祝福跟爱心 谢谢 会演于晚上七点开始 全晚共有一万人进场 各艺人以马拉松形式接力演出 日本和韩国人气鱼子组合 AKB48和Wand the Ghost也卖力演唱 日本国宝及歌手千娼夫就连同荣祖儿 关书仪合唱了北国之春 当晚大会设置150多条捐款热线 三小时的会演共筹得与2600万港元善款 名模Angela Baby也在现场呼吁 各位华语卫视的观众好 我们在每一次爱心的活动 食尚活动都会碰见我们因为老朋友 就是Angela Baby Angela Baby你好 你好 华语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gela Baby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一些灾民 做一个赈灾的活动 一个捐护捐的活动 那希望所有受到灾难影响的亚洲同胞们 都可以加油坚强起来 爱心无国界各地艺人不分你我 为灾民加油打劲 我们为你们加油 你们不要怕 坚强 振作 所有再去的灾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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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台势力香港采访报道 历时三小时的爱心无国界311烛光晚会 在一片祝福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来自亚洲各地的艺人不分你我为日本加油打气 胡倩宇和杨千花已一手性激励日本灾民 除了筹款以外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新闻的一些消息 让大家去感受到我们的支持 希望他们振作去生存 然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志 未能出席的陈慧玲和梁超伟则以短片为日本送去温暖 日本灾区有很多灾民失去了很多东西 包括是他们的亲人 我明白到人生的得失是很难避免 希望他们快点可以重新振作 最近在日本广泛流传一首诗 或者是为了分享 都或者是为了自我警惕 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歌 带动全场参加者对地球环境的关注 肆意之意的陈美玲更是一度感动落泪 今天我看到患难见真情 患难见真情 今天感受到香港的朋友们的真情 谢谢各位 非常非常谢谢各位 以歌曲《一点烛光送上祝福》的刘德华表示 关爱是不分国籍的 我相信这种大爱 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到 就像我偶像中川他也说了 就是我们分不出谁是日本人 谁是中国人 谁是外国人 怎么样 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地球上面的人类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一家人 什么地方需要我们的 我们会永远永远都在那边 永远永远都支持大家 谢谢 娱乐台势力香港采访八道 插身美发造型工具Ping Angel亚太区总决赛活动 在上海举行 当日的活动中 气味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赛局的选手通过15分钟DIY大变身 细可爱十连拍 自选特色服装造型等环节 打造完全自我的Ping Angel形象 展示自己最动感时尚的一面 现场除了有华裔卫视主持人温航荣担任主持外 闪亮星星陈一飞也到场助阵 现场让紧张的比赛气氛轻松不少 而来自主办方的美发专家现场点评之余 还亲自上台为观众演示美发技巧 传递了许多最新的美发造型信息 最终来自台湾的无力金兰获 最具特色造型聘Angel奖以及冠军宝座 来自新加坡的说师伟和香港的蔡翰宜 则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亲爱的心情非常的开心 要感谢台湾的工作人员和伙伴们 协助我这一路上 他们真的都非常的辛苦 优胜技术的话 我觉得是在稳定度 还有我一直都是保持着蛮放松的心态 华瑜当家主持宰宰欧荣 继幕航行之后再发新专辑梦想家 日前他更以明星店长的身份为粉丝服务 从挑选服装到为客人包装全部情理亲为 展现贴心一面 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平时像我们节目当中 或者是我生活当中 包括这次的唱片当中 我一直有跟他们的衣服有一个合作 然后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么多年下来 然后所以这个店长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给来这边的很多店里的客人 推荐很多好看的衣服 然后就推荐自己也喜欢的东西 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专辑首播主打歌《那年追过的女孩》 正在各大音乐平台全力放送中 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 以为夏日天上了一摩小清新 歌名不免让人联想起电影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因此仔仔常常被人问到 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 这首歌当然比胡夏的那首好听了 没有了 对其实我也是看了电影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因为本身播娱乐新闻 经常播到这个电影 然后呢 也受到这个歌里面的启发 然后感觉到 回忆到很多自己这个年少 轻狂的时候的一些 亲色的恋爱或者是美好的回忆 然后也很开心了 我的好朋友至上力合的 马雪阳跟刘周辰 然后跟仔仔一起合作 创作出这样一首 让大家就是很喜欢 并且朗朗上口的歌曲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并且支持了 目前正在宣传期的仔仔 承诺之后会有更多的活动 答谢喜欢她的粉丝 请请留意华语米饭的第一首消息 华语米饭 祝仔仔专辑大卖报道 宅宅荣现身广州宣传全新的 一批梦想家 一身帅气黑衣 加上超长的托尾 引得粉丝们剪脚布置 还向宅宅与观众分享了 专辑制作的心路历程 表示专辑与上一张 可相似的小清新风格 自嘲因为自己不适合跳舞 因为我跳舞起来就有点像残背 个子太高 选用一些比较清新的曲风 所以就像第一张唱片 大家最记住的是梦含行这首歌 所以这次比如说我跟林林也有商量 就讨论我们就做那种清新风的歌曲 华语主持CINA所在的组合 Spiking Girls当天也来到了现场为宅家打气 进阁任务之余也不忘爆料 宅家韩国油发生的糗事 非常爱写 就是无时无刻 比如镜头说我们已经ready了 我们要拍了 他会抓紧时间 CINA快我再要跳一段 他就边唱边跳 跳到那个韩国的路人们呢 就全部看说 天啊 Oh my God 而宅宅的一众好友也来到现场 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预祝唱片大麦 活动现场 宅宅和好友陈宁兴 共同推出的单曲 永远也首度曝光 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从05年就一起唱歌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梦想 说如果以后有能力的话 我们就会一起出一张唱片 所以就经过了这么多年 就一起实现这个梦想 对 华业米饭 恭喜宅宅梦想成真报道 正值暑期黄金档 华业卫视当家主播 宅宅温航荣也抓紧时间 带着全新EP大蝶 梦想家的首播主打歌 那年追过的女孩到广州宣传 这首引发大家追忆共鸣的歌曲 横扫各大音乐排行榜 原来宅宅对这场专辑充满了期待 在做客广东电台音乐支撑时 和DJ谈起这张专辑 也在表示寓意着自己正在追逐梦想 我希望这种非常正面的能量 能够通过我的歌曲或者是我的MV 把这个讯息传递给大家 大家都不要说 我年纪大了 我没有办法坚持或什么 因为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 首先你要找到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去坚持它 我觉得只要通过坚持 你一定可以走到最远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要相信梦想 爱梦想 坚持梦想 每天出席各种大小通告 行程排得密密麻麻 让众媒体和粉丝都调侃宅 可谓是娱乐圈当中 青春代的劳模代表 而当天的通告现场 还遇到了圈中好友丁当 宅宅自然不忘送上自己的新专辑 看到后面的直播室没有 就是丁当正好也来宣传 然后我们两个本身就是 还蛮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一起上了 孙宵义的节目 其实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广州 一直是宅宅的福地 无论是我们华语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我唱片的粉丝们 我觉得在广州宣传唱片是非常开心的 那也希望大家呢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看到仔仔这个梦航行的所有的 无论是歌曲啊 MV啊 任何的东西 大家都支持好不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看华语米饭哦 就算我不在 据了解 汪航荣仔仔的全国宣传计划 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各位华语米饭的粉丝 也要继续支持仔仔哦 华语米饭 祝仔仔梦想家大麦报道 完美式主持 汪航荣 亮相广众 接受主番方班出的 最佳跨界男歌手奖项 仔仔在台上一番获奖宣言 道出自己跨界歌手的身份 大家好 我是汪航荣 那特别开心今天能够 拿到这样子一个奖项 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 我很爱唱歌 然后在接下来日子里面 我除了主持拍戏以外 唱歌的部分 我会坚持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前辈 跟歌手朋友们 谢谢 谢谢我亲爱的华语卫视 因为华语卫视的支持 仔仔今天又拿了第二个奖 那这次拿的是 最佳跨界男歌手 为什么是跨界呢 当然主持人出唱片 得到肯定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在接下来日子里呢 我除了把主持的工作 做好之外呢 梦想的部分 唱歌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接下来 仔仔马不停地 来到潮人聚集地 流行前线 为2012潮新颁奖典 当一任颁奖嘉宾 角色从跨界歌手 立即转变为潮人 今天真的是忙碌的一天 上午领奖 上午颁奖 那很开心呢 今年的潮新大典 我来颁奖呢 也见证了 今年的广东潮新的诞生 其实我个人觉得 潮呢 对每个人来说 都有不一样的定义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最适合自己 自己穿的最舒服 还是最潮的 有种祝福 仔仔在2013年收获 更多的奖项 事业发展 红红火火 滑米饭 祝福 华伊卫视当家主持 仔仔乌杭荣 之前接受 韩国旅游发展局的邀请 率领一班粉丝 前往韩国 完成为期七天的购物之旅 来到韩国 当然要欣赏传统文化 他们参观了 韩国的传统建筑 其中有世界文化遗产 平山书院 叶宿在韩国贵族的屋宴中 倾向了传统的假面舞表演 品尝丰富的韩国料理 而此次的旅行 还增加了许多普通游客 体验不到的特色风情 比如下着雨的海云台 统营的海鲜市场 艺术气息浓郁的三星洞 是不是都很不一样呢 兴奋的仔仔还现场教学起来 直到粉丝们 习惯面对我们镜头追踪 我们跟你们说 这台机器是我们电视台的 是SBM 就有另外一个节目 所以偶尔也留意一下 不是说不要看吗 就不要看 就是他如果有邀请 你不懂吗 对不起 我自己看 情形中最值得期待的 必然适合身为 韩国观光名誉宣传大使的 QPM和Miss A 临距离接触 QPM的郁泽眼 Miss A的孟家与菲菲 更现场分为三对 会载在他们量身打造 韩星造型 看他们各自信心十足 好像都很有把握嘛 从知名的百货商场 逛到知名的潮流圣地 三人就这样忙碌起来 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 不过菲菲和孟家 因为也是中国人 似乎更占便宜 你看菲菲从衣服 包包帽子乃至墨镜 都悉心地为团演们挑选 而和宰宰一对的孟家 更是一路说说笑笑 跳起了最炫民族风 你的最炫民族风 你有听过吗 最炫民族风 我有 有吗 准备 看这个 看这个 好适合的 另一边的郁泽眼 作为真正的地主 一开始便自信满满地 介绍起了店里的文化 但是随后挑选服装的过程中 看郁泽眼一脸疑惑的表情 似乎是陷入了困境 至于最后的比赛结果嘛 我只能说赢家一定是粉丝 因为能够享受到偶像的专属服务 不仅一起逛街 还能一起合照 一起喝下午茶 聊心事 真的是超让人羡慕的情情呀 此次的购物之旅 同行的还有十几家中国媒体 也让孟家和飞飞感觉特别的亲切 更大方自爆 当初富含追求新梦的历程 原来两人是在多次的月考中 先后PK掉九位竞争者才加入了MISS A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呢 光看孟家现场为郁泽言当起翻译 可见两人韩语进步不小 还获得了郁泽言的赞赏 他还说如果自己来到中国发展 未必会有孟家和飞飞做得这么好 QPN被称为野兽偶像 不知道私底下郁泽言会不会很野兽呢 结束了和记者的会面 郁泽言孟家和飞飞也接受了我们 华语米饭的独家专访 宰宰更履行承诺送上中国粉丝的心意 当中有大家特别制作的视频 郁泽言还收到了麻将作为礼物 而孟家和飞飞收到了粉丝亲手绘制的漫画 让他们直呼画得比本人还美 而他们也有礼物要回馈给中国的粉丝哦 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节目啦 华语米饭 那个电视观众非常的爱你们 然后我们也经常就签一个名字 送给那个电视观众 他们期待了两个月我这个行程 要带这张回去交差送给他们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内容 出片MISSY独家专访全过程 以及礼物的获取办法 就要留意我们的节目咯 华语米饭越来越有国际饭报道 节旅品牌接收广越地区 社会各界名人名流 共同发起新年感恩祝福 华语卫视主播温航荣也应邀参加活动 并现唱歌曲 那一年的夏天 唱一首九十天 你都在我的左边 爱自己又傻笑的脸 像自动摆球鞋 这画面过得去多变 我都会怀念 世界不停在那里 走过红毯 各位明星被问起 谁是你心中最想感恩的人时 现场一阵阵温暖袭来 过年要回家 明星们也忍不住 想回家感恩父母 感恩亲人 而欧航荣对一年来 支持她的观众 以及身边好友表示感谢 华语犯感恩过新年报道 尿酸主题SPA与广州美来盛大开幕 在开幕盛典上 业界内外名流云集 华语卫视主持人欧航荣作为特药嘉宾 力临活动现场 更有亚洲美容教主 小P老师清零活动现场 分享了明星独特的水嫩秘诀 唱谈不尿酸 在医美疗程及日常保养中的妙处 演艺圈艺人在辛苦工作之余 也免不了要护理自己 宰宰和小P老师都在护肤方面给大家支招 夏天其实也还是需要补水 因为皮肤在太阳的照射之下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缺水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补水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到的 尤其是夏天很多人会觉得 脸上出油的问题特别的明显 那其实如果你不是纯粹的 这个标准的油性肌肤的话 你脸上的油脂分泌过多呢 很有可能都是因为脸上的水油不平衡 导致的 所以要建议大家夏天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补充皮肤的水分 再来呢就是你要做好防护 因为我们现在纸外线当中的这个UVA跟UVB呢 它会导致我们皮肤变黑之外呢 最重要是会让我们的皮肤变老 身为各大明星专属造型师的小P老师 被问及对于整形的想法时 也谈了自己的见解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美丽的追求已经是 不是那种在偷偷摸摸的在聊了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艺人包括很多的模特 很多的这个时尚圈的人士 其实也觉得变美透过一些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准备好了这件事 那你也自己觉得脸上或身上有一些小小的缺陷 小小的缺点 是你觉得一直影响你自己的生活 那不妨你可以选择一些安全跟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它 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也是未尝不可的 之前华裔卫视当家主持温航荣 携手加油好男儿相顶 以及乐坛新星陈志佳 一起在深圳出席男装品牌活动 活动以充满法国浪漫风潮的单车时髦风为主题 现场也吸引了众多的骑行达人 以仔仔为代表的明星团也加入其中 并现场观众感受到慈尚骑行的魅力 然后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今天三位都是缺乏锻炼的 也希望藉由这样子的一次机会 能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就是更加努力的锻炼自己 过上天 因为向顶他本身是希望增肥 然后我跟佳佳呢就希望减肥了 聚系单车时髦风的主题除了在深圳举行之外 还将在北京 上海 银波等各大城市上演 而当天难得聚集在一起的三位好朋友 也不忘各自为即将和大家见面的作品打宣传 因为下个月的星期就会跟大家见面 是跟普巴奖还有陈圆圆一起主演的一部惊悚的恐怖片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拍恐怖片 讲到我个人部分呢 我最近大概在五月份我的新歌新唱片听着 新唱片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这一次呢除了是跟智商力合合作之外呢 那前一段时间到日本也跟日本制作人摇歌 所以今年的唱片呢一定会多姿多彩 希望大家 日前华一卫视当家主持欧航荣 为自己的全新单举听着你的歌近棚拍摄封面 虽然还是炎炎夏日 但是仔仔却换上厚厚的秋冬装 呈现出他暖男的特质 我觉得特别的不一样的是 我这一次在唱片拍摄的部分 造型跟以前是真的差很多 然后这次我们找来的这个摄影师呢 也是圈内非常重量级的白老师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老师 特别好的就是 其实他面对一个像我这样子 对拍照其实蛮害羞的一个人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者 然后让我呈现出一个非常放松的状况 所以是非常开心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 据悉这张单曲的曲风 依然保留了遗忘载在歌声里 欢快温暖的特质 但整体造型却走起英伦绅士的路线 不难看出这也是他正式宣告 迈向亲手男阶段的一手转型之作 其实现在也是小熟男路线 然后加上就给我呈现的这些 比如说野马的大衣啊 或者是我们一样毛材质的这种服装 再加上根据的部分呢 其实流入一个也是比较温馨 比较有梦想的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呢 真的是一加一大一二 所以其实我个人工作也很特别的感谢 谢谢阿姨啊 华米饭 大家要继续支持仔仔的新专辑 报道 欢迎为时当家主持人 温浩仁仔仔又出新专辑啦 这次仔仔的新专辑中有一首歌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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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广州的本土音乐组合十音社合作 这首Kiss Kiss Kiss的粤语版 在香港地区十分火爆 全曲多达156个Kiss 堪称喜闹神趣 仔仔透露他自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喜欢的 这首歌在香港还蛮红的 其实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 亚洲地区的很多小年轻 甚至他们比赛当中 其实都有唱到这首歌 那这次呢 其实也很感谢时音社能够仔仔合作 正是因为广为传唱 这一次时音社推出了国语版的Kiss Kiss Kiss 由于这首歌走的是电音无曲风 让一向以情歌路线著称的仔仔大喊 有点难唱呀 刚刚结束完Kiss Kiss Kiss的中文版的 应该是国语版的录制 我就觉得说 不要以为电音歌曲听过去很好听 它就那么的没有难度 真的是我录过的歌里面算是比较难的 下次再唱电音的话 我真的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你谢谢时音社 把好听的国语版给我演唱了 欢迎一半让我们一起Kiss Kiss 今日一家以陶冶新信修心养神为主题 名为关心自在的会所在深圳开业 战于流行前线的华语卫视主持人 温航荣和赵彤 男人不会放过这次出席时尚活动 开业剪彩仪式的机会 现场放声观音阙意味深远 对于两位多才多艺的主持人 大家都非常关心他们的近况 其实很多我们关注华语卫视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女人香这个节目 仔仔也是看着女人香长大是吗 而且你还18岁 谢谢 对当年12岁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感情的事件 那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女人香 然后都很支持 然后都觉得说女人香这里面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在那种感情的探讨的时候 大家特别特别的喜欢 也印象深刻 所以呢就特别做了一首歌叫女人香 然后希望让所有的女生朋友呢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有一种鼓舞的感觉 我除了听着你的歌之外呢 另外的第二首Kiss Kiss Kiss的中文版呢 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 那另外呢9月1号开始呢 我将暂时会在电视里面呢 华语米饭里面比较少看到我 因为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要去拍一部连续剧叫《最猛几阵》 是 然后呢在10月份的部分呢 应该也会有一个电影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好棒啊 向您看齐潮信办公室 然后知道更多我们的秘密的话 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嗯 欢迎饭一起接待两位的新作品 帅气的奶爸无尊 进来工作满档 代言商演接不完 日前更是马不停蹄的 飞往福州出席活动 已出场自然也是吸引了 众多粉丝的尖叫声与关注 哈喽 美女 帅不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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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除了男神无尊之外 还发现一位大家熟悉的摄影 那就是华语米饭当家主持人 宰宰风行肉 看来忙碌的不只有无尊呢 活动现场 无尊大显处义 亲自上阵 调制前品 更亲手未宰宰 那画面简直是太美 让人不敢看呢 随着亲子追人秀的节目 火爆异常 本来充满正能量的节目 却在网络上 引来众多恶意的评价和攻击 导致部分爸爸们关闭微博 以求换孩子和自己一个亲近 还真是让人替他们捏一把汗呢 对此无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不太 我不太会让这些人的一些 一些评论影响到我 对 我当然有好的我会听 可是我觉得那种是比较无聊的 那我就算了吧 对啊 我不会让他们讲那些东西 去影响我的心情 我觉得太不值得了 对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得起自己 然后我自己开心 我觉得是重要 滑米饭 萌娃都开学了 黑子们也该歇一些了 华语卫视的一哥一姐 齐聚时尚大party了 日前仔仔沃浩荣和耶打赵同 一起献身为某品牌站台 仔仔更是挑大梁担任主持 两个人大聊美容经验 看起来感情相当的不错 而仔仔也在现场透露 她的美容小秘诀 可都是好朋友耶打传授的呢 经常会问这个耶打意见跟建议 因为她是本身就是美妆教主 然后我作为男生呢 我其实就是比如说卸妆 很经常卸不干净 然后耶打就跟我说 其实卸妆很重要 还有用什么样牌子的面膜啊 或者是眼霜的部分 都是她教我的 看到两位的皮肤这么好 看来美容秘诀真的很有效呢 到底什么样才能拥有好皮肤和好气色 大家真的好想知道 适合自己非常的重要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皮肤 然后去选择不同的产品 就像刚刚仔仔提到的卸妆 光是卸妆现在有非常多种 比如说有油性的啊 然后也有这种卸妆棉啊 还有水性的 有各种不一样的 那你自己的皮肤呢 是什么样的肤质 然后用到最适合自己的 还有当然就是呢 我觉得最专业的人士呢 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 都是可以让大家 非常的安心去使用 然后对每一个人的皮肤呢 都可以让你就是 今天华英卫视当家主持人 仔仔翁翁航荣 携手野打照同 现身广州为某品牌站台 两个人以情侣装亮相 敬显潮人本色相当的亮眼 而该品牌主打的私人定制特色 更是瞬间激发了野打的灵感呢 其实我还想到 比如说今天仔仔如果要生日了 然后我就想到 我觉得仔仔特别适合 什么样的衣服 我可以亲自上去上线 帮仔仔设计一套衣服 然后就邮寄到他家 然后其实他打开的时候 就哇好惊喜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才想到 再过五十来天就是我生日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呼喊 我们DBM的李花伦老板 快点赞助我的生日趴 这样子五十多天还有 还有五十多天 仔仔你也太心急了吧 不只在主持节和时尚界 玩得风生水起 日前他更是参与了 电影特殊对手 和修杰凯大嘎演技哦 林子龙呢 他其实跟我性格还蛮像 他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 然后他其实在 在梦想过程当中就碰到了 像杰凯扮演的乔治元 然后另外两个男生 然后他们就是 做了一些 就是实现梦想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可能就是 比较急于求成的性格 所以在中间呢 也牵扯到一些跟 女主角 第二女主角的一些 恋情的部分 所以其实林子龙中间 差一点就变反派了 不止于差点变成反派角色 这位男一号更自爆 这是自己第一次 在戏剧作品中有感情戏 只不过这段感情 可是演得有些辛苦哦 还被打 真的 对 所以其实 哇哦 所以看到我第一次抢吻别人 然后 所以有很多的那种精彩画面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已经偷偷有看到 就是 有被打 然后 有被男生打 有被女生打 然后 男演员还跳海 如此类的很多 很多事情 所以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还蛮有血有肉的 所以明年上映的时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花米饭一起期待仔仔的新电影 特殊 日前一个以与爱同行 为爱灰甘为主题的 2014年亚洲明星高尔夫 慈善赛新闻发布会 在深圳隆重的举行 本次的赛事是一场 由中国内地 香港 台湾 韩国四个地区 数十位明星 以及商界名流参与的 高端慈善高尔夫对抗赛 赛事所目得的善款 将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而在当天到场的明星阵容中 也赫然发现了 华语卫视当家主播 仔仔翁唐龙的身影 看来仔仔再忙 也不忘公益事业哦 其实对艺人来说 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也非常感恩 今年就是可以有 这么多戏剧部分的呈现 然后也有唱片部分的呈现 那另外呢 我觉得无论多忙 来参加公益的部分呢 都是每个人应该做的 而刚刚忙完最猛几整 拍摄的仔仔 又在前段时间 凭借听着你的歌 获得了GISA广州新音乐 三项大奖的好成绩 看来无论是在音乐 或者影视方面 仔仔可谓是相当的拼搏 忙到停不下来的他 不知道接下来 还有哪些工作计划呢 拍完《最猛几整》 然后在10月15号之后呢 我应该会进入到 另外一部 呃 院线电影的拍摄 如果这次呢 可以很顺利的 开始这个拍摄 那我可能就是 呃 会在我演艺的部分呢 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 因为呢 这次会跟非常多的 大牌的一人合作 而且在院线电影的部分 也是我的呃 第二次的尝试 希望我的表演 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 欢迎议饭 一起期待 仔仔的新作品